每個人的感情都有不同的觀點 也許愛情像烹飪一樣 偶爾相信每個烹飪的材料 都帶著相同的重要性 誰也會有少的生 也許一般美味的佳肴 在做的過程中 葡萄的燉 葡萄的燉 終極還是需要一些必要的翻滾 一定的炒的手藝 之後才真正是最令人難無以忘記的禁食佳肴 看來愛情也是這樣的 在過程中 享受佳優的色香味 不管你的他有沒有出現 相信愛情 相信愛的過程中 有時候辛勞 但是是值得的 因為愛情